最近有很多女士们就是因为感觉好像治安不好 然后就会找一些防身的用品 然后现在我前面就有一些是比较简单的防身用品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好像这些是有一家公司叫Maze 他们是向来是开始就是做那些 胡椒喷雾类的防身的东西 你看到它有很多形状 有的是这种大小的瓶子 喷出来是那种Gel 这些都是可以暂时让对方喷到他眼睛 让他没有办法有任何攻击性 然后他甚至有一些比较大的瓶装 这个可以甚至用来喷熊都可以 有的人就是因为住在比较靠近山边 经常有Coyote有熊 他们在家里面就会放比较大瓶的 这些小的就比较适合放在你的皮包 包括好像这一款 他就是你看很多人就放在他汽车钥匙上 有需要的时候就把这个一打开 然后这里有个白点 然后你一打开的时候就像手机 然后这个按下去就可以喷的了 然后这个头也可以调 然后这些还可以refill 用完以后还可以去补充一下的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攻击性比较多的 漏了这个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警铃 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发出很高频的那个警报声用来吓走人家 或者引起人家的注意 甚至有很多现在人买了是用来晚上散步的时候 怕有Coyote啊 这些动物会 然后就用这些声音来吓走动物的 另外攻击性比较强一点的就好像这种笔 这种笔呢你假如把它拧开以后 它本身就是一个笔 然后另外一边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用来打破汽车玻璃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来有攻击性的 然后假如你在近距离有人要攻击你 你可以把这个拉在手上用来杀害对方的 然后另外有一些就比较小的可以插在裤子口袋里面 一边它是一个一样可以用来攻击性 用来搓人的两片都可以用 另外一边是可以用来打破玻璃 然后它还拧开以后就是一个滑鼠的那个笔 然后另外这一把呢 它还有个多一个功能 就是你打开以后 还有把小刀在里面 使用呢就是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朝你要设的目标按下去 用来保护一下 跟着用来启用来 就算是充滞了